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很多人喜欢诵心经 有人喜欢地藏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几乎每个人都天天在诵经 我们真的会诵经吗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非常好的开示 要会念这三种经才是真正的会念经 到底会念哪三种经呢 大家一定把这一篇文章看完 都会受益匪浅的 新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其中一卷 这卷经是说心法的 这个心法是什么心法呢 是智慧的心法 是六百卷般若经的心法 唐玄藏法师到印度去取经 路上受了九九八十一难 每一个难都是因为颂持新经而得到解脱的 可见新经的重要性 那么谈到了新经 就应该联想到深经还有口经 这深口意应该有三经 意就是心意 我们要把心口意的经念好 要是能念懂了 这也就懂了心经的大义了 心经大义是讲般若智慧 般若是梵语 因为多含不翻 也就是尊重不翻 般若翻过来就是智慧 那为什么不翻成智慧呢 为什么还是保留般若两个字呢 因为这个智慧的智只有一种 般若的智慧是有三种 第一种是文字般若 第二种是观照般若 第三种是实相般若 因为般若里面的意思有多种含义 所以不翻 因此没有把它翻译成华文 那三种般若呢 一 文字般若 这种文字般若是一般世间的文字 出世的文字 这里头不论含义或是智慧 都有智慧在文字里头 二 观照般若 观是观想 照是照耀 就是观想 三 实相般若 没有像才叫实相 有形有像 就不是无像 实相无像可是无所不像 实相就是一般 以无形有像和无形无像的一个本体 也就是我们真正本有的智慧 智慧我们看得见吗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表现出来 你也觉察得出来 这个人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 比如有智慧的人读书过目不忘 有的人读书一遍百遍千遍也读不会 但是有智慧的人 目下十行字耳听百人音 一百个人同时在那边讲话 他都知道每个人在说什么 你看一行字 他可以看十行 就是那么快 你看十行也记不住 他看十行却过目不忘 这就叫做实相智慧 实相的智慧能帮助观照的智慧 观照的智慧又来明白文字的智慧 所以因文字而起观照 因观照而达到实相 这是三而一 一而三 那么怎么说又有身经又有口经呢 我们这个心所想的就是心经 我们这个身所做的就是身经 那么口所说的就是口经 一天说多少话 这都是在说经 说好话就有一部好的经 你说坏话就有一部坏的经 你要赞叹人就有一部赞叹人的经 你竟毁谤人 这虚空里头就给你记录出来一部毁谤人的经 所以你一举一动都是念经 都是说经 这个心经要能明白了 你身经也就明白了 你说法师 你越讲我越糊涂 你说有身经 我没有看过什么经典有身经啊 也没有看过什么经典有口经啊 我方才不是说了吗 你一天所行所做的就是一个身经 你一天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口经 口里有八部经 这八部经是什么呢 就是奇语妄言恶口两舌 这是四部恶经 你要不起语不妄言不恶口不两舌 讲话讲真实话不打妄语 这就是四部善经 你身上净作杀到淫 你就说杀到淫的经 你不杀不道不淫 那就是你身念了善经 心有贪嗔痴 你心里要是不贪 不称不吃 那就是慈悲喜舍 你身上不杀不道不淫 那就是信解行政 你的贪嗔痴变成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 杀到淫把他们反过来变成 杀生变成放生 偷盗不但变成不偷盗 遇着贫困的穷人 还没等到他到 你就把你的财产或者什么物质 拿出来帮助他了 不要等到他报 你才舍得 他未偷的时候你就舍得 就让他不到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清清楚楚 不要做糊涂事 这就是不吃 这也就是把食恶的经 变成了食善的经 这就是包括心经的大义了 总而言之 你不论什么经典 你要活学活用 要明白它 并且把它变成无穷的 这就是你会说经 会念经 会行经了 你要不会活学活用 那就是经是经 你是你 你和经没有关系 这样学到什么时候 都是没有用处的 一定要功行实践 也就是把食恶转成食善 那就是会念心经的人了 你要把食善转成食恶 那就是不会念经的人 我刚刚说的话不知道对不对 请各位不妨用你们自己最高的智慧来研究研究 这个法是要你身体力行 要明白怎样做 会做的就是会念经 不会做的就是不会念经 这个开示是宣化上人的一个开示 听了以后呢 真的感触很深 其实我们在修行中 无论你念了多少生佛 你送了多少部经 看了多少部开示和经典 真的要活学活用 要用在我们的修行和生活中 因为佛法是心法 首先要改变我们的心 这样呢 我们这部心经才能真正的读诵的号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视频中受益 真的要会念这三种经 就是要真把身 口 意 三经念好 这才是真正的会念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